現在販賣機在臺灣也很夯 就有科技公司攜手餐飲集團 用量販機就可以吃到了竹尖火鍋 或者是桔圓胡同燒肉 一起看 對著螢幕挑挑選選 不到幾分鐘的時間 變出胡麻豬肉火鍋 熱騰騰還在冒煙 科技大躍進 用量販機就能來場火鍋派體 操作販賣機來一碗熱便當 還有份量十足的燒肉丼飯 結帳後等待兩分鐘 也能幫你加熱上桌 外面微波的商品的話 有些微波碗會有點乾乾的 這個微波碗之後就是還很濕潤 下雨天或是天氣很熱的時候 其實如果公司有一臺的話 我會覺得非常好 把竹尖 菊燕胡同 或是寧夏夜市小吃 全縮小放進販賣機 科技公司目前架設五百五十臺 在醫院 高鐵 大學 還有台積電 日月光等大廠辦公室 方便科技新櫃買午餐 看好二零二七年 商機成長來到三千臺 也包含了我們的世界的這個 蒸汽的這個專利技術 那透過這幾項是幾樣的技術 可以達到上我們的每一個食物 吃起來就像現做一樣的好吃 不過盤點市面上量販機市場 二零二二年創立的好食購 便當量販機已經因為便當配送 營運成本太高 二零二三就結束營業 但高品牌亞尼克的捷運站 生乳捲販賣機 業績也只佔總營收的2% 到底是真的商機還是畫大餅 我覺得差一話還是在於 因為蛋糕販賣機 它其實就是蛋糕 然後拿出來幫你冷藏好給你 本來蛋糕買起來就冷藏 但因為這個它特殊的就是 因為它是本來冷凍嘛 現場幫你做加熱 可能90秒到270秒之間 那它在透過這樣的加熱熱騰騰的給你的時候 那種幸福感跟你拿到蛋糕有點不太一樣 量販機解決了缺工的困境 但在台灣超商超市這麼密集的環境 量販機是不是真有必要性 還需要時間證明 記者綜合報導